要说专家眼中的长寿第一菜,海带排第二位,就没别的菜敢排第一位了。 据其卢板倒在,经国外专家大规模调查,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之所谓居世界第一,海带的功劳可不小。 他们不仅每天必吃海带,还制作了五花八门的海带食品,比如调味海带,海带松,海带酱,海带糖,海带茶。 还有用海带粉制出来的海带码头,海带糕点,海带饼干等。 在海带的强势助攻下,日本从当初的平均年龄不超过45岁,到现在的男性平均80岁,女性平均86岁,只用了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。 从最初的低瘦国移植成为了现在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。 一根海带,丁八种药,海带营养美味,不仅上得了厅堂,还开得了药房。 一,天然的二甲双瓜,高血糖,除了服用药物控糖外,天然的二甲双瓜,海带也可以常吃。 一,海带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点,可促进胰岛素及顺上线皮质激素的分泌和葡萄糖在干脏,肌肉组织中的代替,从而降低血糖。 二,天然的溶栓药,海带中含有丰富的盐藻多糖,昆布素。 二,这类物质具有类似甘素的活性,既能预防血栓,又有降低质蛋白,胆固醇,抑制动脉中氧硬化的功效。 三,天然降压降脂药,海带含有的荷造酸甲盐,能够起到降血压的功效。 二,日本学者发现,海带中硫酸多糖,能增强血液中脂肪酶活性,从而降低血脂。 四,天然的减肥药,海带脂肪含量非常低,热量小,是肥胖者减肥的食物。 海带中的点可促进血液中肝硫酸脂的代谢,并防止血液酸化,有助于乱肠通便,而且热量很低,膳食纤维丰富,能加速肠道的运动。 而且海带在肠道中能将食泥中的脂肪带出体外,吃一次刮一次油,可以说是肠蠕动加速器。 五,天然的抗癌药,海带中的困不多糖,可以通过激活巨湿细胞,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而杀死肿瘤细胞,也可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成,而抑制肿瘤生长,还可直接抑制肿瘤生长。 六,天然的排毒药,大量的前进入身体。 容易引起肠中毒,需要医学制剂来清洗血液。 不过这常吃海带就能避免这个麻烦,其很容易与海带中的喝草酸结合,并通过消化道将前排出体外,在前污染严重的地区,多吃海带具有排前保健功能。 七,天然奔乱生药,从中医角度来说,海水性树因冷寒凉,生长于此的海带本身,就具有极强的抗寒能力。 海带性胃鞋,长期食用还有阿武肾气的作用。 因而,冬季食用海带,可增加人体的抗寒能力。 八,天然的护发素,海带中的点极为丰富。 它是体内合成甲状腺素的主要原料,而头发的光泽就是由于体内甲状腺素发挥作用而形成的。 吃海带这两件事很重要,吃海带,有两个错误80%的人都犯了,提醒大家注意罗。 第一,干海带要先蒸后泡,不少人担心海带不易被煮熟,因此烹饪之前要在水中浸泡很久。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,海带应该先蒸后泡。 海带含有褐藻胶、海藻酸等物质,一经吸水,就会使海带表面出现粘稠状胶体,阻止水分进一步进入,因此很难再煮透。 此外,海带中的营养物质,如水溶性维生素、矿物质等也会溶解于水。 长期浸泡,营养价值就会降低。 干海带上面那层白霜,是有具有利尿排毒功效的甘露醇,是一种很珍贵的药用物质,在医药上是良好的利尿剂,有消肿的作用,还有节酒、减肥和抗癌抗菌的功效。 但是甘露醇可溶于水,如果洗了再做菜,就浪费了。 比较推荐的泡发方法是先蒸红泡,把海带放在蒸笼里,干蒸半个小时,再用水冲洗,这样又脆又难。 第二,海带别吃根,吃海带时,许多人格外爱吃又软又络的海带根,可是这样却给自己身体埋下了健康隐患。 据测定,虽然海带根的营养比海带叶要高,但其中铝的含量也较高,每100克海带根含铝,135微克,而海带叶子为5.7微克,摄入扩量的话会损伤大脑,还可能出现贫血,骨质疏松的病症。 所以,吃海带时,根部3-6厘米那段最好别吃,如果想吃海带根,最好是吃裙带菜根,裙带菜也是一种常见的食用海藻,其布顶内量元素含量较高,而铝含量却较低,每100克裙带菜根含铝紧,9.8微克。 海带加它,净化血管像一般十倍,海带可凉拔,可清炒,还可薄汤,喝很多肉菜都非常呆,能洗走多余的油脂,在此也给大家推荐几种吃法。 一,醋泡海带,海带和醋都有酱压酱汁的功效,二者相加,可以算得上是强强联合,功效外卫了,不过肠胃差的就不要这样吃了。 做法,把海带煮熟后切丝,加入醋醇醋和米醋都可以,海带和醋的比例是1比3,然后浸泡3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。 二,虾皮海带汤,海带素油含脸冠军,长寿菜的美丽,虾皮海带汤,鲜香清爽,咸辣适中,可普盖补点,壮骨酱压,是很好的养生长寿糖。 材料,取海带半张,虾皮一把,生抽,色拉油适量。 做法,海带用水泡开,洗干净,沥干水后切菱形快备用,虾皮洗净,放菜框中沥干水分,做锅放少量色拉油,越锅热油倒入海带搬炒,再倒入虾皮,大火炒匀,加适量清水,酱油和生抽,大火烧沸,调小火熬15分钟即可。 三,海带菠菜汤,预防中风或中风后预防复发,经常喝海带菠菜汤有防治作用。 做法,海带100克,菠菜50克,豆腐250克,一起炖汤后朝为食用。 四,海带排骨汤,海带排骨汤是一道林门槛的鲜美汤水,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。 补水,排毒,经常样样行,还能炙散冬月的寒冷。 做法,海带50克,排骨200克。 做法,将海带泡发,洗净切丝,排骨洗净,切断,锅着火上,倒油烧热,倒入排骨煸炒,然后加入葱,姜,黄酒,盐,以及顺量清水,烧至排骨熟透,放海带烧至入味即可。 五,海带炒菜花,海带配菜花,不仅好吃,还能清化血管,解毒肝脏,防止血管爆裂。 做法,泡好的海带切成大块备用,菜花掰成小块,用热水捉烫一下,冲切成小段备用,炒锅内放油烧热,倒入葱花爆香,放入海带翻炒一分钟,再放入浊锅水,等菜花和酱油继续翻炒三分钟。 最后放入盐,花椒油,辣椒油,鸡精翻炒均匀,装盘即可。 六,海带煮水,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李刘昆介绍,体内缺点而引起的甲状腺种,也就是它纯性甲状腺种大,用海带煮水喝,有一定的功效。 做法,取海带15克,海藻15克,空腹15克,承贫6克,下腹10克,鱼精10克,下枯草10克,用水1000毫升,煎取300毫升,早晚两次,空腹服用,每日一季。 当然,如果买不到这些重要材,单纯用海带煮水喝并吃海带,也能起到一定缓解作用。 提醒,一,吃海带后,不要马上喝茶茶含柔酸,也不要立刻吃酸色的水果,酸色水果含植物酸。 三,因为海带中含有丰富的铁,以上两种食物都会阻碍体内铁的吸收。 而患有甲状的病人不要吃海带,因海带中点的含量较丰富,会加重病情。 三,孕妇和乳母不要多吃海带,这是因为海带中的点可随血液循环进入胎儿和婴儿体内,引起嫁状腺功能障碍。 海带原来这么好,中老年人要多吃,爱美人士要多吃,三高人群更要多吃。 这么好的食料法千万不要私存,放在圈子里,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